美国一对新宿夫妇日前开心前往下微渡蜜月 结果在参加扶钱行程时 竟然被工作人员丢包在海上 应该接他们离开的船只与其他团员竟然全都消失 只能自己又回M边 原本开开心心的蜜月之旅瞬间变成海飘金魂迹 让两人气得提告 向负责公司求偿500万美元约1.5亿新台币 综合纽约邮报NBC报道 这对夫妇今年2月在联邦诉讼中指出 他们于2021年9月23日早上 与另外44名游客一同乘船前往夏威夷毛衣岛附近的小岛 拉奈岛拉奈进行扶钱之旅 在大家下水前 船长只说会停留在原地约一个小时 接着就会前往下个地点 但没有明确告知务必回船的时间 接着所有人就在10点50分左右下水 没想到当这对夫妇在11点50分准备返回船上时 停在集合地点的船竟然不见了 由于当时海况越来越差 两人拼命游都找不到船 发出求救信号也没有回应 这才意识到他们真的被丢包了 在海上游了三个多小时 直到下午1点才顺利回到岸边 不仅累的半死还出现脱水症状 妻子在沙滩上写下SOS和FELP求救 索性最后被当地居民发现 提供水 手机帮忙才联系上旅行公司 夸张的是 旅游公司声称当时一共清点了三次人数 第一次发现船上只有42人 但第二次清点却宣称44人全到齐 有同团旅客透露 当下所有人都在到处走动 工作人员也没有要求大家做好 这对夫妇的委托律师 沃士科维茨Jerry·德沃士科维茨指控 这家旅游公司的组织混乱 没有设置服前的区域 也没有救生员 要不是这对夫妇年轻 又是有运动能力的人 当天恐怕早就在海上淹死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